台湾资深艺人方方 应发表支持两岸统一的言论 遭到绿营人士的围攻 对此方方18号回应表示 我不怕 她还说只有两岸和平统一 未来的子子孙孙才有希望 我热爱我自己的国家 我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要去欺骗 用去中国话来欺骗 台湾现在的年轻孩子 两岸只有统一 我们的后代才有希望 有台湾综艺一姐之称的演员方方 近日在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 想让台湾重新回到曾经的美好 方法很简单 就是两岸统一 由祖国的大家长来照顾这些孩子 她还说 小孩讲道理可以听一听 小孩不讲理 有的时候真的是打两巴掌 她才知道厉害 方方的肺腑之言 迅速引发两岸关注 也获得了不少网友的支持 却被岛内一些亲绿媒体盯上了 18号 他们轮番上阵带节奏 除了揪着方方 持有台湾健保卡一事不放外 甚至对方方进行人身攻击 台湾方面陆委会更是叫嚣 以会同相关单位 持续关注相关情形 堂友涉及所谓违法情况 将进行处理 对于倒念的杂音 方方18号在微博上回应表示 活到这把年纪 我难道不知道自己做的事 肯定会被绿媒批判打压吗 但是在大势大飞面前 绝不能退缩 我不怕 今年元旦 方方还发布了 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观看升旗仪式的视频 她眼含热泪 表示自己完成了父母的心愿 结尾出 她手握大陆居住证 向远方注视 并配文 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生还做中国人